哎 你们说一级理性能打得过一级的孟奇吗 我跟你说你打得过也就那样 打不过可得坐牢一针吧 不是 你这话说的 我告诉你 其实一级的理性是很强的 那地中地是从二级开始的 这边我们利用手上的优势 开局先消耗了他两个二技能 现在就可以直接站路了 这边先连人带兵一起打 上到二级 我们就等孟奇交治疗 好 治疗交了 把他治疗A段 预判他的一级能直接躲掉 躲掉之后跟他拉开距离再吃药 他手短打不断的 这上线对拼 孟奇打不过理性 就像男人打女人一样 还有比这更丢人的吗 有 打不过 这理性前期的优势呀 他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这边孟奇入侵野区 极其国王肯定也会去蹲他一手 我这一波反蹲 直接就让他们针对李白的计划失败 好吧 然后再过来救李白 冬皇还留着大招呀 原来是来打我的呀 但是问题不大 上线跟孟奇拜托一下 我感觉孟奇应该是打不过暗星的 因为他比较笨重嘛 对吧 暗星可以来回拉扯回鞋 可以发现我的血量变低了 没关系 继续一紧的拉扯回鞋 孟奇约塔了 哎呀 还扛了两下他 我这才打不过你啊 这破刀 铁哥你人不行 别怪刀不快呀 这我以前玩光信的时候 打孟奇那是嘎嘎坐牢 盾都打不掉 现在换成暗星 没想到还是这么难打 但没关系啊 我们的优势是支援 先拿下东黄 婉儿 哎 我K头 然后再奖励李白一波冰线 那经济全是李白吃的啊 那我出黄刀他不分经济的 确实 你出黄刀那中单一点经济不分了 不要贼这些细节 你看他不是上来吃我线 不是支援我了吗 上官婉儿又废了 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那孟奇也是就在旁边看着 你搁这看戏呢 谁看暗星 看人谁得死 好 你这减速还挺高 不过你以为你跑得掉 啊 你以为你跑得掉 哎 我 哎 你搁这给防御塔刮7呢 哎 我没道理一直刮这个防御塔呀 我记得 我设置的是绝对血量最少呀 那个有知道怎么回事的朋友能不能帮我科普一下 这边我又发育了一会儿 感觉 事实我跟孟奇决一死战了 不过刚开始交手 孙上香来了 假装进草 骗出没其他招 回头打射手 孙上香翻滚 然后啊 我本来就是想找个单位刷新个一技能跑路的 孙上香属实是给我漏了一手啊 残谢我不回家 我清兵 出去大招清兵 孙上香又滚进来 我笑了 我觉得这孙上香已经够离谱了 没想到你还让他给杀了 不是 我一个暗信推塔的英雄 被人杀了很丢人吗 你丢人丢的裤衩子都没了 你你不要再说话了 你根本就欣赏不到我身上的闪光点 这边先配合礼拜 把玩儿打回家 急急光来了 李师傅过来跟我一起打他 好 没事 李师傅回去刷大招去了 打招好了 李师傅回来把他收了 嗯 你为什么不开打 算了 先不想那么多了 我这一整把呀 都没打赢过孟奇 我感觉暗信后期应该是能打赢孟奇的 可以发现啊 他的血掉得非常快 而我几乎还是满血 这要再打不赢直接进场啊 孟奇丢泡泡躲一下 他不跟我打 我们就A兵会血 孟奇怎么样都是亏的 他又回来了 一技能蓄力 等我大招CD 连人带兵一起打 大家应该能很明显的看出 刚才我还是满血 不知不觉间 我的血去哪啊 这他喵道是怎么回事 哎呀 你个死胖子 走开呀 你看他满质量之后 好肉呀 根本就打不动他 我刮掉他一个盾 他立刻又刷出了一个盾 哎 你看 你看 他打个屁呀 我 从家里出来 发现队友都死光了 孙让香还剩小半关系 以我对他不太深入的了解 我知道 他一定会撞上来 身为一名暗信 守完了家 就得离家出走 这边李师傅三杀了 对面只剩一个小胖子 再打不过你 我是不为人 我现在已经接近神装了 神装暗信的单挑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我觉得这次不可能 没赢过 没赢过 我没给你们开玩笑啊 我今天真没赢过 那对面也是嘎嘎手家 出来都拿命清理兵线 但这一切在一个失了智的暗信兵前 都是没有用的 积极国王出来了 你能打我们三个 他怎么把 把两个都有全载了 不过没关系啊 这个水晶A两下就掉了 那冬黄还吸我 我再A一下他就没了 我A 蔡文基 我还想不想听说 我可以说 我咋在误构下 我我先讯正的 我先讯正的 误构下 我现在肯定有了